《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昨晚有一道東北季後風 開始影響香港 本安今日的天氣也涼了一點 今早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大約是25度左右 比起昨天早早 普遍都低了1至2度左右 除了天氣涼了之外 亦有些雨 今早早凌晨時分 有一個與季後風相關的雨區 橫河了香港 本港帶來一些驟雨和雷暴 天文台還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不過根據最新的情況 我們看到雨區全部移到香港的西邊 所以預計本港今天日間 仍然會有一兩陣雨 不過雨勢明顯會減弱 到6時為止 我們看到主要的雨區 集中在新界的東部 港澳、九龍、港島和大嶼山 雨量都超過20毫米 至於港島的東部和將軍澳的雨量 仍然超過40毫米 另外在衛星雲圖上也看到 現在在廣東沿岸地區 有一個雲大覆蓋住 所以預計本安今日的天色 跟昨天相比都會多一些雲 所以詳細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今天會是 短暫時間有陽光 不過亦都會有一兩陣雨 最高氣溫大概是30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冬至東北風 展望方面我們預計 這股東北貴風 短期來會繼續影響著香港 所以預計日本的未來兩三天 仍然會有些雨 以及大致多雲 今早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拜拜